北京都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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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做出來 當然它這次還未發展 這個照片來講 一定有它的原因 記住全世界所有的車廠 你一做車出來來說 一定有部份的車 是可以做一個叫安全測試的 現在你連安全測試都未能過關 政府有没有批准你这辆车安全 可以在路上走呢 还没有 所以是有很多东西 既然这东西最后没有人有结果的时间 你这么快就发表这些相片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今时今日中国做新能源汽车的资质 那个要求是极之高的 不同你说四五年前五六年前 四五年前五六年前来说 很多时候来说你本身造车的企业 没有资质是做不到车 就被迫什么呢 去买那些有资质 即是有license在造车的 譬如很简单 以前来说拜登 拜登收购是什么呢 收购进去的叫华里 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资质造车 你有钱 是啊 你集资了百多亿 没做 但是你没有license去做 所以你唯有就是买人家的有造车的资质 的车厂 然后你才要造车 包括譬如说博棍 博棍以前都是收购进去的下利 都是这样 再说远一点点 其实以前来说 小米是想着什么呢 是买了这个叫做保鞋的汽车 然后就跟着保鞋的旗下 他可以造车而去生产这个汽车 但是现在的条例就不准他这样做了 现在来说 以前有资质造车的车厂 这个牌呢 严格上来说现在不能转让的 你没有就是没有的了 如果你要买了保鞋 你又要说用保鞋的牌去做车 就等同现在香港的主板 或者创业板 你买了一间公司 你必须如果你要打算 backdoor listing上市 困难度是非常之大 等同来说 你买还是买 麻烦你重新再去排个旗 从头再上市 所以今时今日你看到 小米虽然是曾经是买了这个保鞋 保鞋最近的消息 都是说他自己主动 交回这个汽车的牌 给这个发改委 所以小米自己本身来说 要重新要去 自己申请这个造车的汽车 但是我相信他已经递了百多亿来 应该来说一定是拿得到这个造车 造车 G7这个牌 就不会说拿不到 只不过时间上来说 拖完又拖是拖了比较久的 我相信小米造车的消息 是绝对是真确 100%不需要怀疑的 时间越来越迟 是小米的一个最大的短板 因为很多成熟的车 其实在这么多年前已经成立了 一路争到今时今日来说 结局是什么呢 结局你是做得到车了 但是你赚不到钱 所以在未来小米来说 就算他预期未来三年 永远这三年来说 全部顺风顺水 但是全部顺风顺水 你都不要预期三年之内 是可以赚钱 那就是说 只要有少少少 不是顺风顺水 亏损是会加深的 记住 在这个2023年刚刚公布了 这个上半年的业绩 中国来说 有比较著名18间的车企 都公布了业绩 28间车企里面来说 有8间车企是赚钱的 但是你记住 这8间车企来说 只不过只有2间车企 是属于新能源汽车的 其他还有10间的车企 全部来说都是倒退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长城、港气、东风 它的营收是有增加 但是盈利是大幅下跌的 大幅下跌也好啊 因为你都要是盈利 但是有很多 其他还有6间、7间是什么呢 盈利即是营收不断的增加 但是它的亏损是不断的扩大 就是说生意越做越大 亏损越来越深 包括哪几间呢 就是蔚来、小鹏、力凡、蔡力思 蔡力思的营收都是在减 但是它的亏损来说也是减少 但是有一些譬如说亏损是增加 以及营收是增加 亏损仍然亏损是收窄的 都仍然有 譬如说零跑、海马、北汽 你记住 这十几间公司 已经在市场上 成功允许了他们的汽车 已经起码有6、7年这么多了 经过这5、6、7年来说 亏损的大有人在 亏损增加的大有人在 所以今时今日 小米今时今日 你连相片都还没出到来 将来就落入这个市场 要与群雄去争一席之地 成功机会有多大呢 我觉得未来三年来说 你必须预期小米做车 是不断亏损这个消息 才是正常的 Ethnet 专业版HV2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息大局 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啦